狼叔家的新品是新品吗 你这些没对 这个简直好像有30050毫升 可是我感觉这个罐子 根本就不是350毫升的 我以前买过这个罐子 还买过好几十个 我感觉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罐子应该是250毫升的 它最多也装不到280毫升以上 然后我就火速赶到楼下 找了几个港式盒来 我不是一定要找商家的茶 我就是想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个是我记错了 还是什么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真的就不够 算了不够就不够吧 差的也不是特别离谱 然后我就跟那个店家说了一下 让我明天找售后 我看看他怎么说吧 然后就先玩你吧 家人们 非牛顿就是这样的吗 有这么粘合的吗 我感觉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加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这个低牛素 不是 这个低 低牛素牛顿的概念 究竟是 是需要我提升我的攻速 去攻击他 还是需要降低我的攻速 让他来攻击我 我就有点搞不大明白 这个到底该怎么玩 这个泥的题目上说 它可以拉丝 可以盖炮 可以起炮 还可以搭网格 我一定要把它都试一试 全方位的感受一下 这个泥 首先拉布是可以的 它也可能是有点微容了 也可能是天气的原因 然后我揪一下 看它有没有断层 断层好像也有 也有啊 只要手速够快 它是可以有的 然后就是起泡 确实可以起 能起多大 就不知道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成效 但是捏起来 确实是有那种 糯糯的那种粉粉的感觉 倒是也真的可以 搭泡这一点 我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 它一提起来 就拉丝了 竟然还能搭出泡来 然后就是这个网格 网格倒也可以啊 就是说 一开始还可以 就是越拉 泥越少 泥都粘在网格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好像内部不合一样 总是有一些 千丝万缕的 特别粘手 你看 你看 我都会超能力了 你看 果然果然是需要 自己的攻速上升的 只要我的攻速上升 它就不会粘我的手了 还挺好玩的 愚蠢的人类 连飞牛顿都征服不了 我好像盘丝洞里来的 还千丝万缕 提现木偶吗 这是 这个你我是玩不明白了 反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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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